传统市场摊贩并非全部贩售必要的民生物资 还是有许多民众没有警戒心 依然出外逛街群聚聊天 甚至还出现摊伤和民众不戴口罩等问题 台北市议员王欣怡指出 文山区的木星市场情形就是如此 控星辰防疫破口 虽然说台北市三级组界以来 文山区已经是台北市确点数第二高的重灾区了 但在木星市场的外面摊商的部分 每天上午还是有非常多的人潮在聚集 李蒋跟警方每天都在进行相关的劝导 劝导得非常的吃力 附近的居民都非常的担忧 这样群区的畅犯很可能成为疫情的破口 所以迫切的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警戒的层次 然后让这些外面的摊商能够暂时的停止营业 避免防疫的破口 文山区至今仍是确诊数第二名的重灾区 在疫情尚未控制前 汪欣义议员还是建议师傅应该研拟 针对非列管的零食市级摊商 考量升高防疫作为宣布暂停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若有一事症状